大家晚安 今天全台各地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 依旧是很稳定很晴朗的天气形态 就只有中午过后局部地区云量变得比较多一点点而已 从卫星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目前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地方 其实都是相当晴朗稳定而且高温的天气 预计这样子秋老虎的天气形态 可以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天的上半天 而接下来就要看蜂蜜雨漆接近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这几天 其实刚刚提过了礼拜天的上半天之前 前台各地天气正况都很好 虽然说明后两天 中午过后的午后震雨范围有稍微变广一点点 不过整体来说都是以山区为主 雨势也不会太大 天气状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那么到了礼拜天的晚上开始 北方就会有一波新的蜂蜜雨漆南下 以及东北风增强了 所以受到蜂蜜雨漆南下跟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礼拜天晚上到礼拜一 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都会有一些震雨的情况 而且呢蜂蜜雨漆通过之后 礼拜二礼拜三东北风还会增强 带来更强一点点的凉空气 预计到时候呢 北部地区的低温就有机会下降到 只有20度21度左右 会比前站时间呢 入秋第一波的凉空气 还要在更凉个2到3度左右 所以特别提醒您要多加留意 这一波的温度变化 特别是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下个星期一整个星期 感觉会比较凉一点点 所以可以趁着现在这个时候啊 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 把一些秋天的衣服整理出来 下个星期会派得上用场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浇雨的部分 可以看到呢明后两天 礼拜五 礼拜六 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都很稳定 就只有中午过后 局部的午后降雨而已 不过到了礼拜天的晚上 新的一波封面雨漆逐渐接近 北部 东北部地区开始下期雨来 到了礼拜一呢 更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 预计呢是整个北部 东北部地区 东北较区域 都会出现蛮明显的降雨 所以如果您呢 是想要中秋节赏月的话 恐怕下个星期是比较不适合的 恐怕呢是要落在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会是比较适合一点点的时间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天气 全台各地其实都是好天气 都是多云多云时晴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气温上面会有一点点闷热 而到了明天白天 同样的也是高温闷热 而且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确实拉紧爆了 我们常常在讲好天气不一定会有好空气 因为天气稳定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呢 扩散条件就比较差一点点 风速就比较微弱一些了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在明天来说都是来到橘颜色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特别提醒呢 如果您是呼吸道比较容易敏感过敏的患者 明天外出就要记得戴上口罩了 而且也千万不要再从事剧烈的户外活动了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空气品质的问题 最后给大家一点丁丁跟建议哦 像今天这样子 秋老虎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天的白天 不过呢 礼拜天的晚上就要多加留意 会有新一波的封面云烯接近了 大家安排活动上面 务必要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 那么明天呢 西半部地区要留意空气品质会比较差一点点 敏感族群外出要记得戴上口罩 那么礼拜天的晚上呢 这个封面云烯就会接近了 中秋节当天预计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 就会很明显的转成一个又是又凉的天气了 局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 这一波的这个降雨跟温差的变化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